起步點那裡有很多是高空鏡頭 崇敬代表喬墨田 潘頓已經入了閘 接著走馬去傳統制服 人入了閘 馬現在入都可以了 只入了三匹 接著走馬去佳力印記 共識 亦入了 再入閘 南加暴風 今天的第一場賽事 蘭威錦標 二千米多級賽 出馬八匹 南加暴風入了 除死步 準備 準備 一起步出得幾齊 前面快一點 傳統制服佳力印記 崇敬代表也不慢 外檔埋緊去共識 埋蘭那邊一看動人 不留那麼後 在前面上 接著是哈林和喬墨田 包括暫時南加暴風 跑四百米左右 前面帶頭 傳統制服先帶出來 捕著第二佳力印記 貼欄第三 一看動人 然後崇敬代表 還有哈林貼欄第五 共識不在前面 留在尾三位置 在尾那隊 暫時是南加暴風 和潘頓的喬墨田 轉去第二段直路 大約有千四米路程 前面的傳統制服慢慢來 出馬又少 又沒有人逼 很慢 手續地位是階力印記 貼欄第三 一看動人 然後崇敬代表 接著是哈林和共識 在尾那隊 仍然是喬墨田 拍著南加暴風 形勢沒有大變 大約有千二米逃程 前面戴緊頭 這個時候 傳統制服都戴得很輕鬆 沒有抹逼 加力印記就任由他 兩個馬位 才見到一看動人 崇敬代表 部門在第四位 侮辱 那邊是哈林 然後共識 跟著南加暴風 在內黨攝上了些 包美仍然是潘頓的喬墨田 開始轉到第三段直路 前面戴緊頭 仍然都是傳統制服 附著第二位 加力印記上了些 然後是一看動人 鬥著 哈林也跟前了少少少 崇敬代表 布門在這時候 外黨開始被他走 再跟著三匹馬拍著 南加暴風 喬墨田 墮上了些 就變成共識 差不多進入後直路的時候 前面戴緊頭 傳統制服 想騎 想騎走不掉 因為外黨的加力印記都上來 一看動人 也佈著一個好位 外面崇敬代表 中間是哈林 鬥騎 扔出外黨的共識 在內黨那邊 是南加暴風 和潘頓的喬墨田 進入後直路的時候 前面傳統制服 收工 代之而起是佳力印記 外面上來的馬 其中是一看動人 然後帶他當上來 就崇敬代表 去到最後200米 前面是佳力印記 還帶著個幾馬位 追他就崇敬代表 追他就崇敬代表 看動人衝了就沒什麼 但前面佳力印記 越走越輕鬆 找贏這場賽事 總點第一名 佳力印記第二名要爭 看看究竟是一看動人 因為崇敬代表 第四名都成堆馬 有共識和喬墨田拍照 沒得跑的 正常都真的沒得跑 按理級數是最高的 一就要選 又感覺 跑法又好 一看動人 似乎一看動人 上來 第二個機會大一點 都是跑回 他們本身 一看動人 這次不用留那麼厚 這場五個區拿 跑得很有誠意 這場是開邊搶好位 上次真的太好 跑第二 似乎一看動人高一點 184 對 很明顯 第四 應該是否 共識高一點 1849 加利印記 都贏到 都掉了 後面都拍不到馬 關委的時候 見到奧希娜 都拿他外面 拍著他 怎麼進到直路 一騎了 都拼開他 其他的馬能力 是差一點的 喬墨田那些 真的沒有跑那麼久 太均速了 那隻傳統制服 可能始終 即今日我不知道 是不是內蘭 待會再看多一場 因為我見 你就算搶第四 好像是外碟 那隻長數 應該這樣說 看看騎士 取位的取位 還有騎士 似乎是相出多 你見現在 加利印記 一看動人 這些都是走三四疊 崇敬代表 其實最清楚是一看動人 他原本是受駁斥位 都要走出來 他對面直路 拿出去 加利印記 左邊上 入到直路 都很銳意 拿出外蘭衝 報紙更加 根本沒有想過 賣內蘭 是的 看看會不會 跑一下 北面因為下雨 的內蘭 都可能比較軟 看看訪問 是哲海華 我剛剛聽到兩句 恭喜他 是 最明顯是報紙 這麼大騎士 全程都不壞 我一開始都有點懷疑 現在奧希娜 去到中段 拿出外蘭 如何入到直路 都似乎是外面比較好些 那你見贏那隻 都拿出去 好 好 Well done 剛剛拍到一個鏡頭 我只聽到Well done 當然 贏了一定是Well done 因為這位肯定 不是他們電話師 二王他們很熟 好啦 薛開華 憑這個加力人技 再添這個 輕鬆 贏起來 剛剛他的主要對手 在近期都是跌的 其實他就是升的 其實 其實他很熟悉 他很熟悉 他很熟悉 Yeah, during the run I was delighted when you see the sectionals at 12.5, 12.5, 12.5 and Cathy done the right thing like if she had sat there any longer you know, he possibly wins easier so she come to his outside, tried to serve it up to him but mighty hard to beat when they're running home at about 34 off the gallop he had so he's an incredible horse wins races from the front and yeah, huge thrill as I say to win a group one up here So what do you do now with Galo Chop? I think he pushes on to the 2400 You know, I'm not sure about the Queen Elizabeth but I think immediately it's the 2400 try and step him out but I think he'll run the trip and yeah, really looking forward to it with him How will he go on the back up? No worries at all Well done Thank you Group one victory in Sydney Well, I mean, just... because... 受訪者就不清楚他是哪位 就只是說了這場賽事的步速 相當慢 因為他們就計100-100這樣去 12秒半 200米,200米這樣去 12秒半,12秒半 這麼平均的步速 對加力引力是最好的 是 而且他早已守住第二碟第二位 跑得相當順 因為他跑法也是 剛才提及過 我們沙圈都說 他是跑法機動 是 所以跑均速 他也守住過 可能再看看 是否真的有利路斷 開整他的飯 清風送爽 連續在我們兩次的直播 他也贏馬 其實上次澳洲杯 他有點不幸運 是 是 是 賺得很厲害 一來他賺得很厲害 有一個演出是不... 不穩定 今場又不回應 今場 其實他的位置都沒有什麼大問題 不衝 第四都衝不到 我也想想他會不會衝 因為走那個位置都應該有得衝一下 沒什麼追勁 反而一隻嘉莉印記 一隻一項動人 近期的表現 就是幾令人有信心 能力和近方都有 是第四名 共識 我自己也有想過他 但是想著 臨場掛牌 應該會沒什麼... 不過那個第四其實 一些影響力都沒有 對前面 就是幾隻混在一起爭 不是他 是喬墨田 是喬墨田 你想想 只不過可能看到內外碟的指標 可以看一下 一再看一場 有些人氣我取的味道 因為已經輸了很遠 正頭正路 頭馬扔掉了 二三鬥 又扔掉後面 第一場賽事的作實派彩 跑第一名一號佳力 印記道人派17元 位置派10元01號 跑第二名就是八號的一漢動人 位置派15元 跑第三名四號的崇京代表 位置派18.5元 跑第四名就是九號的共識 連贏位一答八派37.5元 三重彩一號八號四號 順序派143元 單T派54元 位置Q一答八派15元 一答四派29.5元 四答八派50.05元 正頭正路 所以連贏位都是偏熱的 會不會 我們看看一會 好了 四連環就派299元 待會有雲屍才在這裡 可能派彩 都是差不多 好了 四重彩順序 一號八號四號九號 就派1,994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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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